上周在情唱PK中隐恨败北 孙小亮能否将眼泪化为力量 在这一战扳回一场呢 说好要带过去 心挂着风下着 意想着你往前进 爱请问怎么走 我一个人翻过山越过 还只为你对我好过 这份爱前所为由 爱为什么不走 我也不懂谁劝我 谁爱我 谁可以让我解脱 你的危险和温柔的符筹 只想等你回头紧握 我的双手 想着你就能执着 不管多么寂寞 我的苦我的泪我的理所当然 只要你说你懂就足够 我翻过山越过 还只为你对我好过 这份爱前所为由 我爱为什么不走 是谁劝我 是谁劝我 谁爱我 谁可以让我解脱 你的温柔的符筹 是谁劝我 这一战呢 马上就要请问一下 小林老师觉得如何 先讲小亮好了 小亮今天的唱法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只是要跟你分享一点点细节 也就是说希望你还可以再做到更细腻一点 包括最后一段 谁劝我 谁爱我 谁可以 当有三个同样的类型 同样的字句出现 你的谁 你一定要有不一样的轻重 把这个表情再做更加的细腻 然后嘉丽 嘉丽的声音其实是非常的特别 但是你一定要非常小心的用 因为有的时候你用了太多 他听起来会很有压力 所以你现在放了很多 可是你收的太少 所以听起来就会 每一个尾音都是一样 人类除了善港颓废 什么都不对 I'm ok 所以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处理手法 听起来就会很乏味 但是并不是说你的声音是没有特色的 你这样可以了解吗 了解 首先先来看郁嘉丽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郁嘉丽的演唱 吉莫先生 得到的分数是21分 好 错的分数了 接下来是孙小亮 爱 请问怎么走 请评审按灯 孙小亮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21 23 25 25分 恭喜孙小亮拿下这一成 孙小亮的演唱 Roger老师给你满分了 Roger老师 这一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组 我觉得两个人的声音的辨识度 都非常的强 但是我给你们中间有一分的差别 其实是在于我觉得 郁嘉丽 你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声音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的去用它 因为要不然它就会很容易 会比较老 或者是像小林老师这样的比较有 那我觉得你要开始做的事情是 我觉得听你唱的歌 比较没有对象 就是你比较像在斩绩 就像小 就是你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声音 但是你却是有一个小孩子的心理 那所以那个歌就会 在里面就会出现那个落差 那所以你心里的那个画面一定要有 就是你到底要讲故事给谁听 你的对象是谁 那我给小亮满分 是因为我觉得我被感动到 就是他在那个一层一层 他那个情绪上来的时候 那我就扮演一个聆听者 我接收到你要给的那个讯息了 就是这个歌的传达 我觉得很完整 谢谢老师 我想这个郁佳丽也要非常谢谢你 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不一样的风格 不一样的演出 来 两位先握手一下 先谢谢郁佳丽 好 小亮留步啦 刚刚讲说他这个很努力啊 听说最近在练跳舞啊 对 又对对对 好 需要这个兄弟 帮你BBOX一下对不对 胡怀浪出来一下 跳什么舞呢 最近在练什么舞 我就学了一小段很初级的这个HIP HOP HIP HOP 来一下HIP HOP 来来来 1 2 3 GO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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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啦 整个那个电流的感觉都有啊 不错 这要练多久 这边这样身体的蠕动 这个是我学完以后 然后忘了 忘了 对 然后我这两天又拼命的想 拼命想 好像还没有全想起来 但是差不多 不错 不错 那个每一个选手 都在不断的进修当中了 掌声鼓励 孙小亮 谢谢 今天 算是得到了小陈老师的一个 算是鼓励吧 因为他很喜欢我今天的唱歌 因为今天特意跳了一首 有一点R&B的东西 然后 然后得到老师的任何开心 非常开心 谢谢